来看一道时间的思维题 木木老师早上从镜中看到的时钟是60 20分 实际的时间为几时几分呢 首先我们在草稿纸上把题目当中的信息画出来 60 20分 这种镜像的题啊 其实原来的时间跟镜中的这个时间呢 它们是有一定关系的 大家可以自己在草稿纸上画一个时钟 然后放一面镜子 观察镜子当中出现的这个时钟 如果我们把镜子当中的这个图拿出来 跟这个图去重叠 你会发现它们的指针是关于中间这个轴对称的 所以知道了这个结论 我们在这个图里边就可以直接画出来 原来的这个时针应该是关于中间对称 那么原来的这个时针应该在这 原来的分针也是关于这个轴对称 分针应该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原来的指针图像 好了那接下来直接读数就可以了 原来的时间就应该为50 40分 学会了吗 我是90后数学老师 孩子成长 有目共睹 对新帽子强的这种东西 是什么东西 就应该为5040分